中午的1点19分 那亲爱的GrandPro跟投资人 明娟这边先致歉 中环目前为止成交张数是57万张 刚刚有点口误 不过这个数字的确 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成交张数 电竞王子 玉堂仙你好 晚安 明娟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台积电 还有成交张数王也挺吓人的 对 没有错 这中环50多万张 这个是已经快要有周转率过半 那当然我觉得中环近期的上涨 跟我们上市在股市现场谈到的 就是跟这个Disney旗下的微秀影城 要合发这个NFT 这个我觉得让市场上给予它的一个 比较转积性 或者是低价低GT的个股的一个补涨都有 再加上NFT除了从去年爆红以来 我觉得今年绝对是亮点 因为元旦的部分 我相信有看新闻啊 娱乐相关的新闻就知道周董 周杰伦发了跟这个一些潮牌合作 发了这个NFT 短短时间就卖出了两亿多 所以从我们之前更常谈到的就是从一些电玩 然后到尤其电影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IP的价值 所谓的一些粉丝的认同度 才会给予这NFT有一个市场的一个价值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同样不同的人 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单位 或者是一些品牌发行的NFT 它的价值就不同 所以如果以电影来说的话 中环因为毕竟有转投资的这些事业 那这一波最早涨到的是8450的P利 因为P利是在去年 就先把它旗下的这些IP人物 做NFT的发行 你看P利的股价 在去年以来是涨了快三倍了 当然说实在话 P利的获利并不是说特别的好 但是股价能这么涨 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认同度 所以今天就动到了一些补涨 你看到像是这个8071的能率网通 转投资的这个能率影业 还有旗下的影医 都是在国内 尤其在国片的一个部分 拥有非常强大的一个IP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谈到的 把这些国片的IP 转换到NFT的市场 它的价值 我相信就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存在 尤其像它旗下比较著名的国片 像返校 或者像日前在Netflix影集比悲伤更悲伤的事 都算是收视率 然后票房口碑不错的 所以这些公司我觉得第一个 未来在应该说转型 也不能说转型 而是说把整个电影的事业 透过这个NFT的市场 让它更加的蓬勃 我觉得这些公司来说的获利 甚至是说 品牌的一个提高度 我会证明去做个看待 当然这一波更具指标性 是Oh my God 不因为Oh my God 最近在分盘交易 不过它前一波 也是挟着NFT的题材 股价也大涨一波了 现在股价已经来到210亿元 所以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在元月份 还是可以多加关注 当然新春开红盘以来 市场就看两档股票 一个台积链 一个大力光 台积链供应链 因为风关前夕 已经先涨一波了 所以短线它有一点点熄火 不过我认为 在熄火的部分是不必担心 因为就是资金的轮涨 好 我觉得说台积链 这个去年以来落后大盘 甚至落后其他类骨很多 那大力光呢 我觉得也是如此 所以大力光上来之后 今天也谈到嘛 一条龙的经营 我们过去有谈到 这个一条龙的经营 那个上游的 这个鹰圈马达的 金属机壳的独家的供应商 是2476的巨项 它也是一条很标准 外资在过年前买进 过年后持续加码的 所以我觉得大力光 当然一般投资 比较不好切入 但是我觉得这种 所谓有陆队长的带动之下 周边的供应链 绝对是有机会 不管是业绩的加持 甚至股价的反弹 原则上我觉得都可以 拉回来持续性的 一个偏作炒作 OK我们也透过镜面 目前指数 已经也又朝这18500点来 那我们来看尾盘 点火 你帮我们做一点扫描好吗 透过镜面 包括刚刚提到的 能帅 网通 还有镜棚 平心 康书 华福 光阳科 中环 友达 新唐 群创 那昨天投信 对于面板 双雄 也是有买进的 好 没错 那我觉得 指标股可以先看到镜棚 因为它是年后回来 外资突然大买 而且它刚好狭载着 所谓的电动车的一个 订单加持 尤其昨天美股 涨的就是电动车 那镜棚又吃到 美系三家电动车的订单 Tesla Lucy 跟Revian 全是镜棚的客户 所以我相信 昨天的外资的大买 应该也是压保 在今年回来之后 整个电动车的订单 对于这种镜棚 比较落后一点的个股 我觉得在股价上 可能就是走补涨 因为从新春开红盘以来 可以看到上涨的个股 好像都是去年 比较落后性的 不管大支的 或小支的 所以投资人 反而在近期的布局 你不一定要追 已经涨多的强势股 类似像刚刚谈到 2355的进棚 从去年的获利成长 位阶从底部上来的话 这种补涨的效益 我觉得在今年 应该会显现出来 OK 那也非常谢谢 跟我们进行电话联系 每个人都不要买了 就让它们已经有估访了 会显得 çe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